过年除了贴春联还可以自己DIY 用双手把家中的门窗贴上窗花 花莲文创园区主办的文化生活体验系列 这次带来剪纸艺术 邀请到剪纸诗人 带领民众用讨喜的红纸 剪裁出平平安安大吉大利 或者是牛年造型的图案 让民众多一点不一样的年味 花莲文创园区第八栋游客服务中心 门窗贴满了充满喜气的剪纸窗花 由花创园区主办的文化生活体验 这次带来剪纸艺术工作坊 邀请旨意创作者谷国轩 教民众制作春节应景的剪纸窗花 带回家装点 日前开放报名就秒杀 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其实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对称剪纸 所以我们就是剪了一半的牛的外轮廓的形状 然后打开就是一个牛脸的弧形 它是一个八等份轴心对称的剪纸 所以这边是有苹果橘子 然后大跟橘 它是一个比较像团花式的窗花的剪纸 那它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从八等份的对称出发 然后在这个小三角形上剪出不同的图案 过年的时候是很适合像是 我们可以装饰在窗户上 或者是墙壁上做一个装饰 那过年的时候会特别选用像是红色的纸 然后带来很多喜气的感觉 那一般我们会做的像是平安大吉这种 或者是像是牛年生肖的剪纸都有 专制剪纸的古国轩表示 过年剪纸是节庆 平常剪纸是写诗 活动中选用讨喜的春莲红纸 以八等份的方式 在三角形上剪出不同图案 有对称形式的牛脸 也有难度较高的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字样的涂花团样等 要让民众亲手剪出不一样的年味 记得讲邦彦华联师报导 在两个节目中